我同学又来接我了 今天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要下河 要下海 不是 要下河 下河游泳 我也是洗了 我也算下河 我也是全身弄湿了 因为我刚洗了澡 洗了头 你好冷啊 推风都用冷了 表边转你去 对 今天这个推风是新的 好新的 但是盘超久了 哎 我的天 多少钱吃老虎冰鸡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不要介意 现在下着倾盆大雨 他非要下河 我说下雨就不要去了 他说不要 因为他说他要坚持 就是一个礼拜 他必须要坚持 至少是一次 他说一旦停下来的话 人会有惰性 所以他说放心吧 我下水 我会不开心 你会很开心 因为我也喜欢看别人下水 纠结的样子 真的开心 好了 今天我们去看他狼狈不堪 带大家开心了 对 看他说我摸鸡摸鸡 让他不肯定下水 然后我就给你呐喊加油加油 那我干脆这样子好不好 我就说不要去啦太冷了 我就跟你这样子讲 那你才气死骂我 你说你不给我加油就算了 你还说不要去啦太冷了 对啊 我去下河的时候 他们给我点赞 真的我不好意思不下河了 太强了 真的 今天我们看他下水 今年你的工资多少 我的工资一般就是两千多吧 我觉得我去年问你 你还是说两千多 今年问你还是两千多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涨一点 不是越做的久 越会就涨一点吗 他是满了一年 可能就是涨一百 就是工零工资吧 他现在到多少 两千九也是 两千一也是 应该是二千六至二千八吧 怎么为什么这么低啊 其实说起来没人相信 上次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直留言 他们说怎么可能 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 然后他说他老公又是七八千 然后他又是多少多少 我说其实我 我想说的是 像这样的薪水多不多 像这种 多还是多 很多哈 对一般是餐饮方面的这方面很多 那这个算最低标准吗 还要比这个更低的吗 一般就是 我们这个应该就算是最低的吧 最低的 两千六扣了社保 社保对啊 社保扣了之后是两千多 觉得太少了 工作呢 一天 工作一般就是 九个小时 九个半小时 双修还是单修 不是 我们做 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我们做这个都还好吧 我们这个是一个月修六天 我修六天 也不算双修也不算单修 比单修又多了吗 两天哈 但是这种已经算是好工作了 一般别人只能修四天一个年 好工作 天呐 这个就是真实的真实采访是真实的 我刚才我就跟我朋友讲 我说 我们聊一个 就是说我采访他嘛 我说真实的就好了 他说都不好意思讲 他说太少了 但是我说 真实的就好了 我们不能打中脸冲胖子啊 明明赚两千六 然后你说你赚 赚多少多少 这样也不太好吧 所以说 其实在我心里面 你说两千多 我至少以为是两千八以上 我不知道两千六 对 两千六 但是 其实在这种 其实哈 这种现象是很多的 还有刚 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还有一些餐饮的 然后清洁的 就是 就是社会比较底层的 对对对 它都比较少一点 其实薪水高的也是 确实是有 四千五千八千一万 都有 那是没有上线的 其实下线的话 就应该 这个就是最低 最低标准 像我朋友的话 他觉得 这个还算不错了 可以休六天 他都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但像他们这样的话 真的是月光啊 你想他还要开车 还要烧油 月光 对了 像你们那边的房子 是多少 台湾嘛 那这样吧 因为 不管是什么地方哈 他的工资 他都没有上线的 我们就说下线嘛 像下这两年的话 台湾的工资 最少应该到七千块人民币吧 哇 那么多啊 对 七千 我没有细算了 一百 我表妹嘛 我表妹马上要工作了 他是200块一个小时 台币200块 就是差不多人民币 四五十吧 四十几五十块吧 五十块左右 那么多 一个小时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的 他最低标准就是 一百八到两百之间 如果低于这个标准的话 那 如果说你这个情人的厂家 或者是单位的话 会被罚钱 就是政府规定 你必须给予 劳动者 给予这些 就是出来工作的 最低标准 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了解吗 好高哦 对 我说的是实心哈 像我们 在台积电 在工厂里面 你说切菜呀 这个也算是最底层的工作了 其实在台湾的话 工作是 不分 高低贵贱的 都是平等的 你越是底层的人员 大家越尊重你 跟这边有点 对对对 这边有点相反嘛 哦对 我们这边就是 你最底层 最没有尊重你 而且工资最低 而且是活儿最累 对 去年 我跟他一起玩的时候 他还很委屈嘛 就是 好像被上面欺负 我记得去年 你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对对对 后来时间久了 他有麻木了 他就不要计较那么多 是这样的 在台湾的话 他非常受尊重 嗯 像 管理我们的管理者的话 他会几乎会蹲下来跟你讲话 他会轻声细语的 拜托你 或者他以这种口吻跟你讲话 怎么说呢 不是我们那边这样子 啊有 他比较老大 他是当官的 他是管理的 他就比较 比较拽 比较歪 比较凶的那种 他不是 越是当官的人 他越要低调 对我们这边的 越是当官的 他越是高调 哦 他比如说 你有什么做错了 培评你的时候 他就会用那种态度 把关枪 对 用那关枪 用那当官的那种态度来压你 其实有时候还是很委屈啊 对啊 对不对的话 有时候你还跟当官的背影锅 呃有功就是他的 或是有错就是你的 真的不一样 对 整个风气不一样 我觉得 整个风气 整个人云这样的相处 真的不一样 但是这边的消费确实要低一点 但是你说能低多少呢 也低不了多少 像最近我们这边的菜价也是特别的贵 你知道我买一个萝卜多少钱吗 我都不敢跟我妈讲 就买一个萝卜 圆的不是长的 人民币五块 哈哈哈哈 吃了这儿贵 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因为今年菜不好种嘛 贵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都想说天呐 薪水这么低 你菜还这么贵 人家怎么生活 我那天去买菜我就一直在感慨 我去买了几个 大概一斤多胡萝卜 买了一把一小把那个酒房 人民币13块 但是你物价涨你薪水又不会涨 这样压力就很大了对不对 好了我们现在快到了 我们要看他老妹的模样 看他下水的样子 该不会变成骆腾鸡哦 哈哈哈 太搞笑了 真的我们今天穿了一样的衣服 别穿了 我有时候都觉得衣服舒服就好了 我都没有很 因为我在台湾待久了 我就约衣服穿舒服就好了 我觉得穿是给自己舒服 不是给别人看的 所以我就越来越在意衣服的舒适度 好看不好看的话 还是吃药了 当然在那个舒服的那个基础上 再好看那么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好了到了 又来到这里 衣服我觉得哪儿那边都喜欢舒适 这边我们这边也要 在一边的烟光嘛 好 下水了 不是我们了 不要连了 我们下水 你下水 没事 你的心下水就可以了 心好 心跟着你一起游 来吃了 从没人了 河头还有人 还有吗 孤零零的在河里游荡 太有勇气了 我的妈呀 我太佩服他了 现在河里面还有几个在游 现在河里面 有那么一两个在游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 游完之后我们回去再吃饭 是这样的 对啊 刚才我就跟我朋友聊了一下 这边的薪水状况 确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薪水 我以前这样讲 我还被喷呢 没有人相信我 其实我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的啊 你是他们说的四五千五六千 那些是什么文员呢 或者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就说最低标准嘛 对吧 台湾现在是不是180 因为我现在没有上班嘛 因为我不太清楚 现在 真的很烦 就是我们回来快20天了 每天下雨 每天下雨 就出了一个晴天啊 心情都不好 他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漏背装 看一下 偷看一下 哇塞 气死我了 哈哈哈哈 快点下水了 我睡不着 你看那有用 你是最开心 我是最开心 快点下水啊 我也是不开心 我是给你加油了 还是给你泄气了 你越是不敢去 我越给你泄气 不要去啦 太冷了 我的个妈呀 水深有危险 我禁止游泳啊 这写了 这写了禁止游泳 从上面呢 你游下水是吧 哎呀天呐 我的个妈呀 热身热身 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你可以吗 不是你没有拿游泳圈呢 可以吗 那个根屁虫也没有 我是 我是怕天气太冷 万一遇到抽筋啊什么的 哎呀嘴巴不敢乱讲话 我跟你说 你最好是哈 靠近他们一点了 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 哎呀你有了几年了 我这是 操心操得太多了 我主要是觉得下河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就很担心你啊 哎呀我的天呐 你要不要放弃啊 算了算了还是鼓励你好了 加油 我在岸上等你哈 哎哎热身身 哎我也很佩服 我本来要穿羽绒背心的 结果忘记了 哦要下水了 哎呀我的妈呀 注意安全哈 我要看你纠结的样子吗 不是 好纠结哦 冰冷的河水 天呐 哎呀他都在发抖啊 我看你都在发抖啊 对有我一有我在一起的话 你更纠结哈 天呐我也跟着下来了 好了我就走在这里好了 啊 哇我跟着一起抽筋啊 后背发凉了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 天呐你真的下水了 这水深不深啊 是不是虫哦 叶子啊 鱼啊 哎呀我的天呐怎么会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看一下 放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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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怎么可能 啊他受伤了 没有 哎哎呀天呐 又让你拖延一下 你不要到很深的地方去啊 哦开始了 他跟我说他是狗袍不正宗 我说你光是勇气就已经很正宗了好吗 有勇气 有勇气 佩服啊 给你点10个赞 100个赞 我觉得光是因为我特别特别怕冷 我不怕热我怕冷 啊 佩服 光是这个温度啊 我已经就已经很 很佩服了 往上面是下上游 这样才是下游 所以说他说他今天是下游 上游一次下游两次 他想游到对面去啊 我的天呐 太厉害了 能不能呢 你活啊 你活我呢 你骗我 嗯 真的啊 我爷爷 以前东勇和他最后活到96 我不得信 我看了都能 从夏天开始嘛 我不得信 每天坚持 每天坚持 我爷爷是从夏天开始 他是早上 早饭之前 下午比上午还稍微累了一点点 都不影响了 哦 天呐我太佩服你们了 辞职于恨了 不间断 我可能没有那个勇气哦 坚持哈 我同学已经游到对面去了 我太佩服他了 他再会游泳 还是你根本就从哪里 哎我等会再说一下 他掉了他就没用了 嗯 好好好 好的 你刚刚下水是吧 我加油 有一个下水的 我看他会不会纠结哈 我同学已经游到对岸了 休息一下 挥挥手 挥挥手看到吗 两河对岸 太厉害了 怎么这么厉害啊 别人做不到的 别人做得到的事 我做不到 我就觉得很厉害 你在台湾有这样的 在河里面游游的吗 我好像很少看到 不知道啊 9分钟 他已经有10分钟了 这不止了 我这个 视频之前的 不知道有没有挂掉啊 你不要 还有啊 那个根屁虫还是要背着 不管你有多会游泳 人家都说一定要带带上 你去再买一个 对人家说的 刚才人家说的 对 而且你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 别人至少看得到根屁虫 撕就也要方便一点 但是你 你家说了你就听嘛 你就买一个根屁虫 颜色鲜艳一点的 哎对啊 还有你浴帽也应该颜色鲜艳的 这个就是上 往上 他是自学成才的 不要打开 用一个 我看到他 靠边休息 看吧 又下水了 刚刚靠边在休息啊 现在整个河道没有人就他一个 因为他来找我嘛 时间可能耽搁了一下 还好啦 游完泳 回家直接吃饭 我妈还不知道我们 出来了 小时候怎么一溜一溜就不见了呢 冷不冷 冷不冷 哦 这边 然后我在这边走一走 打发一下时间 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就有点像台湾那个 我们常常跟我妈不是去公园吗 锻炼吗 就类似的 那边也有打网球的 然后这边打乒乓球 然后那边健身器材 我朋友他就常常在这里游泳 衣服还没换好 头发都细了 不细嘛 走吧 走回去吃饭 运那个运动健将 真的是运动健将 看一下 切到那个手艺哈不错哈 我肯定会被骂 然后说 说我同学难道来一次 还让人家做家事 不是我不做 是是他不让我做哈 因为他说我的手痛 我来 我来切我切点好 他说他切的比我漂亮 然后还有 我妈煮的玉米看吧 好了辛苦你了 你今天多吃点哈 嗯 我看这个腊肉好娘有 滚滚滚 好有湿鱼 也太丰盛了吧 我一回来就发现 还有补品 天哪 可能想说哈 下水了 太冷了哈 给你补一下 增加点那个温度 腊肉又来了 对就是要 时不时的就要丰富一点 太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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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太好了哈 嗯 多吃点 一起拆快递 看一下 是媒婆的 今天感谢我朋友又陪了我一天了 还陪我到医院来 坐这个附近 走吧 走吧 然后呢 今天我们再逛一圈 游戴一下 再去做个拉伸 然后就回去了 那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要说拍四拍不完的 这是我们的生活日期 拜拜